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中美关系也面临复杂局面 8月19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华人教授唐德良向中心社记者表示 公共卫生问题没有国界 中美乃至世界各国都应通力合作 唐德良在早先的采访中曾提出 希望中美能够合作对疾病建立监控体系 在他看来 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研究出病毒的传播路径 才能防止疫情再次发生 现在的技术比较发达 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特地的传播的细菌 就要这个病毒 Covidus病毒来检测它的基因型 那么它作为一种证据来看 这个病毒是怎么来传播的 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交流并不是太通常 唐德良表示 信息交流是合作的前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疫情被政治化 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并不通常 我们是做科学的 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政治的 还有很多是经济的 还有很多利益的问题 那么掺杂在里面了以后呢 把这个一个原来的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呢 变成了一个比较 就是有一点政治化 这次疾病 很早就进入了这个政治化的 中国写的一个名字叫甩锅 也就是推卸责任吧 推卸责任 那这个美国总统 他也在推卸责任 他说这个都是中国人搞的 那也不对啊 作为关心中美两国情况的学者 唐德良说 解决疫情才是当务之急 病毒这些突变产生的变率 它可能在全世界 根底都有可能 你今天不产生一个 明天就会产生别的东西 关键还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赶快想办法 先把这个病毒给压住控制住 在想对的事情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